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学习《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讲《现行对治理》 从三个方面来叙述 立当精进 迅速精进 如何精进 分三个方面来想 首先立当精进也是分 以患者的比喻来说明 和以现出之比喻来说明 首先以患者的比喻来宣讲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若具寻常机 尚许遵义书 何况贪等患 百罪恨禅生 他这里的意思呢 用一个病人 罹患来严重疾病 这样一个人的比喻来说明 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应该认认真正地听从 上师和佛陀的教言 精进地修持 那么这个比喻是怎么样叙述的呢 比如说 平常我们见到一些人 害怕军上的一些疾病 这种人也需要依靠医生的吩咐 依靠听医生的话 那么我们无始以来 在相续当中有贪荡烦恼的疾病 在相续当中有百般的 有成千上万的 各种烦恼的疾病 这样我们严重的病人 为什么不需要听受上师的教言 或者是佛陀的圣人窍诀 世间上用一个比喻来可以这样说明 任何一个人得到疾病的时候 都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按照医生的吩咐 自己吃药 打针 或者说一切的行为 威仪以及他的饮食 全部要听从医生的话 如果你没有听医生的话 那病人能不能从他的疾病痛苦当中 获得解脱呢 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病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或者是一些平常的疾病 人们都特别喜欢听医生的遗嘱 这一点我看 我们许多人也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没有医生的教言 那自己有一些智慧 也不一定真正能治疗 世间上有些药物 虽然有一些说明书 但是你没有依靠医生的祝福 你自己就自觉地 运用一些药物 能不能起到作用呢 这一点也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这是一个比喻 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有的这些凡夫众生 无始以来地 成立在轮回的利康当中 而且我们相续当中 欢游 贪心 诚心 痴心 傲慢 嫉妒 以及致焚烦恼 也就是叫做睡眠烦恼 那么这样的疾病 每一个人来讲是多得不可计数 比如说我们平常的生病 不一定是一辈子都在患病 这是可能几个月 几年当中也这样 而且他这种病的程度 也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认为病得特别厉害 实际上他大多数的病 都可以通过医学来治疗 那么我们所有的凡夫人 只不过自己不能发下而已 实际上我们换的这种 贪嗔痴的病 贪嗔痴的病 那可以说远远都已经超过了 刚才前面的这种疾病 那么世间上 我们也可以知道 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疾病 所谓的严重的病 比如说飞电 或者是轻流感 以及经常我们所谓的 癌痴病 癌症等等 这些病人们都认为 这是非常的可怕 但实际上 如果你患了这种病 只是一次可能 堕取了你的生命而已 那么生生世世这种病 能不能害你呢 也不可能的 这一辈子我得癌症的话 那下一辈子 会不会又得癌症呢 也不一定 但所谓的这种烦恼 烦恼的这种病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无始以来 在轮回的历程 轮回的生涯来观察的时候 的确是我这一辈子 也相续当中有贪心 把我害得不可言说 那么前一辈子 在我当凡夫的时候 我的相续当中也有贪心 在上一辈子的时候 也是有贪心 所以所谓的烦恼 不仅仅是一生一世 而是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害过无数次 那么未来也是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去治疗 没有很好地去治疗的话 那一定会还要 永无至今的不断地害我 把我不断地投入在 犹如火坑般的地狱的痛苦当中 这样一来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深深地感到 人们经常稍微有一点病 马上到医院里面去开药 或者是治疗 住院等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详细观察 反过来自相续 这样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依靠真正的 遥望佛陀的教言 所以在《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把自己 应该看病人来想 所谓的佛法以妙药来想 善知识以遥望来想 而且因种治疗 因种治疗进行服药 从四个角度来已经叙述了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也就是说 叙述了我们如何治疗烦恼的严重疾病 这方面以比喻的方式来有宣讲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在存在轮回当中的时候 一定要依靠佛陀的教言 依靠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去进行治疗自己的烦恼疾病 那么这种烦恼的疾病 依靠自觉的自学 或者是以自己的力量来 能不能治疗呢 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佛陀的教言 所谓的佛法实际上是高僧莫测的 我们一般凡夫人 你再怎么样聪明 你再怎么样有智慧 也不一定真正能通消他的究竟 甚深意义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已经说了 佛法无人说 谁知莫能解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佛法 如果没有一个善知识 来进行给你开导 虽然你这个人在世间当中 再怎么样聪明伶俐 但实际上很难以通达 佛教的身奥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的有些人 不愿意听上师的 认为自己很聪明 自己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智慧 通过自学 或者认为自学成才不是很困难的 但这一点 恐怕有点不现实 为什么我们从历代大德门的 传记来也可以说明 如果我们真的是 非常聪明的人 自己能自学 而通达佛法的教义 那我们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没有必要 一直千百的这些上师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历经前行顽固 这一点我觉得 也是多次一举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所以所谓的佛法 大家应该认认真正地 要寻找一些善知识 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开导 的确是 你再怎么样有智慧 也不能通辞佛教的教义 现在很多人 在依止的过程当中 光是求一点加持 或者得一个灌顶 摆一摆上师 认为自己已经摆施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听佛法 有些人是有这样的片段之心 实际上这一点有困难的 现在大城市里面 比如说像上海 北京 有时候确实有好多的 今天来一个佛佛 明天来一个上师 灌顶 做火供 做这个加持那个加持 但我并不反对 如果真正对众生有力 佛法的方便方法 应该说是各种各样 我们不能说只有讲经说法 才能的一种事 别的途径都不是合理的 没有这样的说法 但最好所谓的佛法 入到我们的心当中 这一点佛陀也是说了 我给你们已经宣说了解脱道 但是现在修不修 解不解脱呢 依赖于你自己 当时佛陀的时候 主要度化众生的手段 并不是佛陀天天都是现实身边 也并不是佛陀天天都是灌顶 不是这样的 最主要是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些境界 告诉给有缘的众生 那么有缘的众生 按照佛陀和这些圣者们的教言 自己如理如实地去修持 修持以后在自相续当中 我刚才说 所谓佛陀真正度化众生的方法 就是讲经说法 所以我们以后 所有的大乘修行人 你们把所有的这些经历 放在一些别的途径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自己文重地 一直以为善知识 最主要的 要懂得佛教的道理 懂得佛教的道理以后 你自己进行修持 所谓的学修兼卑 这样你相续当中的烦恼 才能断除的 所以我昨天讲的一样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认为修行和成就是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你发现到修行不简单的时候 你也不能失望 因为我们自古以来 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和 这么多的佛教徒 依靠佛教的教言而进行修持 最后真正圆满地 获得了成就 这样果位的人 不管藏传佛教 还是汉传佛教等其他的教派当中 多得不可计数 因此大家也应该 对修行有信心 稍微动一点的时候 也不能生傲慢心 也不能有满足之心 就格言里面这样讲的 智者越有智慧的时候 对教言越有兴趣 比如说大海里面 越有很多的江河的时候 那么大海始终都是 没有一种满足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满足的 他还想求法 还想认真地学习 没有智慧的人 他觉得好像听一堂课 两堂课 都已经觉得可以了 有这种感觉 这一点也是 智者和愚智之间的差别 因此我们这里 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谓的佛教的教义 一定要依靠善知识的开导 认认真正地自己也去学 有时候自己认为 自己学得很好 但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佛陀在《四十二章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身无信如意 如意不可信 什么意思呢 你千万不要信自己的意识 你的意识 一点都是不可信赖的 没有任何信赖的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有些凡夫人认为 自己已经成就了 认为自己已经修得了不起了 从此以后不用看书 不用听课 不用念经 有些人认为自己特别了不起 但真正你遇到外境的时候 或者烦恼现前的时候 有没有对治的能力 如果你连烦恼出现的时候 也没有对治的能力 说明你的境界 还不是很高的 因此最好也自相续当中 不要有傲慢心 如果有了傲慢的心 那么古达德所讲的一样 具有傲慢的善定上 不可能有功德的泉水流浊 所以大家在修学过程当中 一定要认认真正地修学 意思就是说 我们相续当中 应该认认真正地去佛法来观察 佛法来进行修炼 这样以后 逐渐逐渐 自己本有的断正功德 都会现前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平常的这种疾病 也需要依靠这些意思 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患者 为什么不依靠 但现在世间上的人 的确是有时候 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 或者是以前没有如理如是 依知善知识的人 好像摸不着头 就像盲人摸大象一样 一点见解都是没有的 如果你对佛法的基本的见解 基本的基础知识 没有动到 那你进行修持 也确实是盲人 什么我们所谓的盲人起下马一样 根本就不能达到自己所想的目标 不可能达到这样的 因此首先一定要认认真正地观察 你所学的这种 知识的基本意义 然后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你还是在此相续当中 进行观察 如果你没有进行观察 光是从嘴巴上 光是从口头上说得再漂亮 也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以前释迦牟尼佛身边 有一个叫做善行比丘 他在佛陀面前当使者 已经有二十年 当然这个年龄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但有些经典当中 他已经当使者的二十年 而且他自己也是 获得了第一禅的境界 还有三藏十二部经典 全部能背诵的 但后来他也是 转生到舍卫尘的 一个不经分康里面的 具有抽象的饿鬼 所以像佛陀那样的善知识 在世界上也没有找到的 但自讲续当中 如果蔓延邪见的话 那即使佛陀来到人间 也是没有办法度化的 因此像他那样真正精通佛法 也是成了至上谈病而已 没有实在的意义 但我们在座的人 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对所有的上师 哪怕是你听四句法恩的上师 都应该有恭敬之心 如果没有恭敬心 我前面所讲的一样 在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 就根本得不到的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法师 辅导员 大家都是应该互相恭敬 不管是你有什么样的智慧 有没有什么样的智慧和功德 这个不重要 人对人互相有一种 应该有个恭敬心 有了恭敬心 在四相续当中 真正就得到了法的利益 如果得到法的利益 那么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方便 这是我们大概讲了 这样的道理 下面就是说 颂词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一尘若能毁 占卜一切人 了火 猪要放 偏寻若不得 以往一切知 八苦诸生教 一知若不信 持即饮和尘 他这里说一尘 藏文当中应该是一火吧 一个烦恼的意思 所谓诚信的字眼并不是明显的 因为下面讲义里面说的是贪心 所以如果我们解释为 一种烦恼吧 如果我们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了一个烦恼 他也是能坏坏 所有难赞不足的一切人 那么能坏坏这样烦恼的 这种医疗方法 在我们别的地方 怎么样寻找也是找不到的 唯一的这种治疗方法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 唯一三界导师 我的释迦牟尼佛 他是世间的 名副其实真正的大一王 在他的教言当中 真正能找到众生在三界当中 怎么样脱离痛苦的 这样的教言也会找得到 所以我们如果 没有真正去行持 那在世界上是 再没有更愚痴的了 这种人应该 所有的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世间人有智慧的人 都应该值得进行呵斥 这种人愚痴过激 特别愚痴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烦恼与药之间 烦恼与我们的病之间 应该有这样的相比 比如说他这个讲义里面的意思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贪心 嗔心等一种烦恼 一种烦恼如果在他的相续当中 生得起来 那么整个烦恼不足的人 全部都坏坏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一个人 他的相续当中生起 殊胜对境 对菩萨生起嗔恨心的这种烦恼 这种烦恼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生起 坏坏一个人 如果两个人的相续当中生起 那坏坏两个人 如果一百个人 或者所有难占不足的人 的相续当中生起 这样的嗔恨心 那坏坏整个世间的所有众生 所以他这里也已经说明了 所谓烦恼的力量 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世间上任何一个疾病 有没有这样的可怕呢 没有的 比如说现在所谓的轻流感 是特别厉害的 但是如果真的轻流感 蔓延于世间的话 那么有些医学家认为 人类四分之一会死亡 别的人不一定死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所谓的烦恼 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如果生起嗔恨心 不仅是今生当中坏坏这个人 乃至生生世世 比如说我今生当中 生起嗔恨心或者贪心 坏坏我的戒律 坏坏我的道性 这样以后 不仅是我今生全部完蛋了 乃至生生世世 多生累劫当中已经坏坏了 所以这样力量强大的 任何一个疾病 这种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的确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所谓的烦恼 对我们整个人类 乃至所有众生的危害性 是相当大的 我们认清这一点以后 应该要寻找 寻找这样的烦恼 是依靠什么样的 这样的疾病 它的危害性相当大 那么我们要想治 治疗这样的疾病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到四面宝坊去寻找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别的可能都没有 比如说像以前古印度 有九十六种外道 他们也发明了 自己的一些各种方法 想尽一切办法 想制止人类的痛苦 然后在古中国 如教 道教 空梦之道等等 也有很多人文道德 以及各方面的一些方法论和学说 那么这些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绞尽脑子想遣除 许许多多人心里的疾病 但始终也没有成功 在古西藏 也有奔波教等等 也有一些宗教 或者是学说 理论 但是实际上没有能成功地 制止一切众生 心里的这种苦恨 啊 苦恨 这样一来那唯一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导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他在印度真正宣证了 无上圆满正等觉过河 然后给我们众生 不同根机的这些众生 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 完全能治疗众生心里的疾病 这样一样 无数的众生 依靠释迦牟尼佛的殊胜道 已经取向了解脱的彼岸 这一点应该说是以历史来证明的 通过这个道理来可以说明 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 并不是我们口头上说 我们的佛陀很好啊 不是这样的 真正是从自古以来的 在人论历史上 有这么多的学者和智者 在他们的理论当中 根本没有发现的 真正让众生 所有的众生能离苦得乐的 这样的圣道 唯一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并不是口头上赞叹佛陀 从法治内心 真正对佛是有充满信心的 我本人来讲 真的对佛的感恩之情 或者对佛的恭敬之心 这个始终都是由然而生的 这一点我想 不仅是这一辈子 乃至生生世世 发愿不会退转的 因为我们也并不是 非常聪明的 但也可以说 从小到现在在智慧海洋里面 可以说也吸取了 一定知识的养育 那么对世间上 哪一个学问是好的 哪一个学问是不好的 这一点 应该有取悉的智慧眼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唯一找到佛陀的正道 真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有时候真的 想到古印度这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赞叹佛陀的功德的时候 也可以说对自己的恭敬之情 可以说不尽感慨 应该说在我们难得的人生当中 遇到这样佛陀的教言 确实是非常荣幸 感到非常高兴 这并不是我们口头上说的 实际当中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 包括我们这次讲课的时候 听受教言的这些人 你们对佛陀并不是好像 表面上的一种 对佛陀的一种赞扬自行 不是这样的 应该每一个人发自内心 对佛陀的恭敬心很重要 这种恭敬心 并不是人云也云 随波逐流 人说了以后 我觉得那好吧 别人说佛陀很好 那我认为佛陀很好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观察 通过自己的学习佛法 在自相续当中的 这种烦恼得以减少 虽然我个人来讲 烦恼特别深重 应该说有时候修行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特别惭愧 有时候你暂时 一两个小时当中修行 修行过后 要回想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 哎 回想什么啊 我在这半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当中 全是护士乱想 我要回想什么啊 什么功德都没有啊 在这里面不该想的 什么都想完了 该想的什么都观想不起来 有这种烦恼 但是总的来讲 只不过是我的修行跟不上而已 佛陀的教言和佛陀 对我们所讲的这种窍诀 百分之百 可以说是千真万确 这一点疑问都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自己业力深重 但我自己 精进地这样忏悔 精进地这样学佛 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 自己对自己 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信心 所以我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像佛陀那样的妖望 真的是找不到的 这样都找不到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通过一些历史资料看 所谓的妖望 在印度来讲是七婆意思 是非常出名的 在汉地的话 应该说是黎世证 本草纲目的桌子 在我们藏地 永等共波 他们都称为是一王 但实际上佛陀的这种 医学水病或者佛陀不仅是能治众生心里的病 而且能治众生身体的 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一点以前也有一个公案 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个齐婆医师他认为 他的医学水平是非常高 他有时候就这样给佛陀说 治众生心里的疾病 你佛陀 你的教法甘露 非常了不起 应该是你是第一 然后治众生身体的疾病 我这个齐婆医师 应该说是 世界上最高境界的人 他自己有时候也产生 这样的傲慢心 后来有一次佛陀把他带到 当时波斯利王 很多国王 也对齐婆医师 非常的尊重 后来佛陀为了摧毁 他相续当中的傲慢 有一次带到雪山 然后佛陀找了许许多多的一些草药 这些草药 每一个它的来源 它怎么样治病 它的功力 它的力量 作用等等 全部讲起来的时候 齐婆医师的话 有些草药根本不认识 有些只认识名称 根本不知道它的作用 后来他从内心当中的傲慢 从此以后也已经摧毁了 后来他认为你不仅是 身体疾病的意识 不仅是心理疾病的意识 而且身体的疾病 像我这样也是 没办法向你比较 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 在佛陀时代也好 或者其他时候 在自相续当中的 傲慢还是很可怕 有了傲慢 就不能生起真正的道指 比如说我们讲 相关庄药乱的时候 就是菩萨的道指 意思就是说 菩萨的这种境界 在很多天人的相续当中 是不能生起来的 当时佛陀身体都是发光 让这些天人 本来有业力现前的一些 他的福报现前的这些光 让他隐没 让他黯淡 这样以后 他自己相续当中的傲慢 减少完了以后 然后佛陀再给他们宣讲火热法门 所以我们有些人 有些大学生 有些博士生 那么他们始终都是 有一种傲慢心 认为啊 我在这个世间上是什么 得研究生 我在世间上是得什么 大学转科毕业 我如何如何了不起 实际上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可能也有一点文凭 不过现在的很多文凭 也是假文凭 通过钱 通过地位 通过关系 以各种方式来买来的 我们看了以后 他的证件有时候 该的账全是假的 但是不管是 你假的这种地位也好 真的地位也好 有时候世间的一些方面 也许你有一定的长处 但真正学佛方面 也许是你还没有 达到中学的水平 因为基本的一些证件 因果证件或者生世轮回的证件 这些都是在你的相续当中 还是怀疑重重 如果这样 那所谓佛教的基础 这种基础在你的相续来讲 有时候可能 还是非常遥远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教言是依靠佛陀的传承而来的 但是这种传承应该说 能制止我们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疾病 就是在众生在轮回当中 恶趣当中 这样的痛苦 真的要想得到解脱的话 看佛陀的教言以外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的确是没有的 现在世间上就有很多 遣除痛苦的一些方便方法 但是这些暂时能 你的身心快乐 暂时解决你 一天两天的一些问题而已 永远的 生生世世的 生老死病的痛苦 这是唯一佛陀的教言 才能治疗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想自己都是病人 但是这种病要彻底好的话 一定要享用佛法的甘露妙药 如果你没有享用这样的妙药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学问 不能解决你生老死病的 极大的疾病 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 应该深深地认识到 所谓的佛陀 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的妖望 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生 应该是非常荣幸的 虽然我们无始以来 得贪嗔痴的病 这一点也是 心里很伤心的 但是幸好我们今生当中 也是的确遇到了这么好的上师 这么好的妖望 这么好的妖 这么好的佛教 佛教真的要值得高兴 如果我们这个世间上的确是 通过各个地方去寻理 别的解决生老死病的问题 在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唯一的佛教当中才有的话 那我们如果没有 认认真真地修持的话 这个人是非常愚痴 很可怜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获得下满人身以后 如果还要造恶业的话 用一个珍宝器来做粉烧不净粉 是吧 有几种比喻是情有数当中吧 撒迦班智道在 各言当中也说了 我们现在世间的有些人 也不求有利的这种法 然后也不观察有利的佛业 整天都是吃喝完了 那众生没有猫的猪 跟老猪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对自己未来的解脱 一点都是不关心 然后自相续当中的痛苦 也是好像毫不在意 那这样的愚痴 在世间上是哪里有啊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 对不学佛的 即使学了一点佛 每天在散乱当中度日的 这些人有些眼里当中 也有眼里的牵制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你要当一个佛教徒的话 希望你们还是应该 认认真真地去学习 当然很多人是需要生活 需要工作 上面有老年人 下面有小孩 然后中间有一些 各种寂寞好友 面对着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可能每天都是 到单位里面去上班 每天开对你的学生 家长会 或者今天陪这个客人 明天都是陪那个客人 有时候我觉得现在世间上 很多人不是没有修行的时间 把自己的时间 用在一些无意义的上面 尤其我特别讨厌 请客到一些餐厅里面去吃饭 那这样的话 来来去去都是要花很长时间 我在学院里面 不管是任何人怎么样 请客的时候 我都不敢去 一去的话 起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在没有意义当中已经消失了 特别可惜 一般来讲 作为修行人 给以前的生活 以前你好像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 没有什么方向 只要把这一生过完了 就已经可以了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都是 根本不敢想 我以后变成什么样 未来不要说 我死的时候变成什么样 是不敢想 只是恒恶恶恶当中 过一天算一天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那么这是 实际上不是智者的宣执 应该你从自己的智慧来 进行观察 人到底有没有前世后世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 你在短正的人生几十年 通过这种方式来度过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真的 你的来世是存在 而且乃至生生世世 关键在于今世 如果这样大的问题 你就根本不闻不闻 无所谓的态度 那这样你难道不是非常愚痴吗 为什么诸部菩萨以智慧的言 进行观察以后 知道我们人的确是 前世后世都有的 现在任何一个聪明的人 根本找不出人 没有前世后世的理由 自古以来 不管是古今中外 没有一个人能找出一个 非常可靠确凿的依据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么我们对未来 该不该准备 比如说一个人 如果明天以后不存在 都不要紧 但是如果明天以后存在 我对明天 我对晚年需不需要做考虑 所以有些人 我觉得所谓的学佛 最好是不要 存留在一些表面上 不然佛陀 包括寂天菩萨在这里 也是严厉地牵着 你这种愚痴的行为 下面是第二个比喻 以显处的比喻来说明 他这里有时说 我们纵然遇到了一些平平常常 微不足道的 一些危险的地方 但是人们对这个小心翼翼地 精进谨慎 十分谨慎 那么如果我们 乃至生生世世 长期地堕得一些 千万有限的地方的危险处 那就更加要小心谨慎 这一点不用二语 这一点也是从比喻上 看来也应该清楚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 在路透当中 有一些悬崖 堵壁的地方 或者说有一些甚深的坑 在这个时候人们都说 你要注意啊 不然倒下去了 或者是路稍微滑一点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你好好地 慢慢地走啊 不然你如果滑下去了 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 也不是特别地可怕 你下雪的时候 或者是冬天在冰地上 如果你滑下去 也许你的腿断了 也许你的脚断了 也许你的身体受伤 最多你即生当中 在这个地方死了而已 除此之外 不可能生生世世 遇到特别大的痛苦 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人们经常特别注意的 你上梯子的时候特别注意啊 妈妈妈妈妈 好深啊 好毒啊 注意啊 注意啊 要不要我来扶你啊 尤其是我们这里 冬天下雪的时候 一道附近的有些道友 你要注意啊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其实你如果真的 倒下去也不用紧 前一段时间开发会的时候 有一个道友 好像这个路比较利 在那个上面滑倒了 滑倒以后好几天都睡了 然后在医院里面治疗 这样的 但过两天基本上都好了 昨天天他走路的时候 听说很不错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可怕的 但是人们认为 哎 这个一定要值得小心翼翼 一定要值得这个进行身份 否则的话 万一倒下去怎么办 万一死了怎么办 有这样的顾虑 人们通常都是有这样的 何况说是 我们如果在即生当中没有注意 没有行持善法 反而造无我不足 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来世 可以说是掉落千藏 始终都是掉在地狱的坑里面 所谓的地狱 大家也应该清楚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就像我们现在 南赞部族的下面 有二万有旬的地方 有无间地狱 按照《瑜伽十地论》的观点 三万二千有旬 这是当然对 个别众生的根结而佛陀宣说的 实际上所谓的地狱 也不一定非要 从这个地方开始 往下面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地狱 应该是在下面 但是这种也有一些 众生的业力显现 有些业力显现的话 那么二万有限的布料 在非常深的深渊当中取得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即生当中 如果不注意 一直造恶业 那什么杀人 偷盗 或者是邪淫等等 造各种各样的 自性罪和佛制罪 那这样 我来世会不会堕入 我非常可怕的地狱当中 肯定会堕入 那这样的堕入 跟我们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你滑倒了 或者你堕到深渊里面去 那这两个想比较起来 我想前面都是微不足道 前面的痛苦 世间 各方面来讲 并不是特别可怕的 你如果堕下去 过两天 或者你付到医院里面去了 然后过两天还是会好的 即使说你死了 只是堕取了你一辈子的生命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即生当中造了恶业 然后堕入地狱的话 在地狱里面 过漫长的时间 大家也非常清楚 地狱众生的寿命 然后时间也是那么长 在那个时候 所感受的痛苦 也是完全远远超过了 我们路上半岛 或者是从屋子上面摔下了 法王以前也是 讲《入行论》的时候说过 我们现在大经堂上面 有些人特别害怕 不注意会不会掉下去 实际上大经堂 只有三乘路的一个经堂 如果在三乘路掉下去 可能会你的四肢断了 或者会死亡 最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即生当中 如果没有按照三知识们的教言 如理如实地去修持 将来很有可能堕入无间地狱 那堕入无间地狱的痛苦 跟现在我们平时的痛苦 能不能相提评论 大家可想而知 应该说是无法与之相比 这样一来 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真的对因果要相信 如果我没有好好地行持善法 一定会将来堕入恶趣 那么我现在好好地行善断恶 应该现在认认真正地去修持佛法 很有可能即生当中成就 如果即生不能成就为中阴或者来世 不会堕入恶趣而获得解脱 所以对佛陀的这些教言 应该有信心 比如说 我们以前在小学生的时候 很多老师说 你现在好好地当一个好学生 以后你长大以后 变成好人 那个时候你有工作 那个时候你有家庭 那个时候你可以娶一个 特别漂亮的老婆 这样说的话 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有些是当时他的年龄 还没有成熟的 有些小孩子 他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如果真的 他长大以后 哦 知道 原来老师给我讲的是这样 当时如果他没有 努力地去行持 没有好好地学习 在社会上干一些坏人 做一些坏人 那这样的话 他的前途会不会这样呢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经常遇到一些善知识们 善知识们再三地要求 我们好好地行善断 他们都已经知道 我们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是什么样的 但如果我们没有听他们的 上师们可能为了自己吧 整天都会这样讲的 佛陀在教言当中出手 都是说不要造恶业 不要造恶业 但到底 没有事吧 没有事吧 好多愚笨的人都有这样 哎 没有事吧 无所谓吧 不要想吧 没有那么严重吧 凭自己的这种感觉 凭自己的分别念来 开始造各种恶业 这样以后 以后他的亲身 就是在亲身感受这些痛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莫大的后悔 但是也是后悔莫及的 无济于事 那个时候即使真正的佛陀 来到你的面前 那众生的业力现前的时候 也实在是没办法救力 所以我们现在 人自由自在的时候 尤其是取舍因果的知己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地 修持菩提心 忏悔自相续当中的业障 这一点相当重要的 下面第二个问题 讲迅速精进 迅速精进也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我们的寿命是不可可靠的 受用也不可靠的 还有亲友不可靠的 分三个方面讲的 首先我们的寿命 绝对是不可靠的 这一点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若是今不是安 也此非礼 我生中归今 时期必降临 我们在座的人 不应该想的 我今天不会是 安乐地过下去 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我们这些人总有一天 这一辈子总有一天 肯定有完结的时候 这样的时期 必定现前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只不过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实际上佛陀在处处的一些 关于宣讲无上的这些经典当中 都给我们已经讲了 可是我们众生是非常愚痴的 在外面的一些世间上的人当中 真正能观想无常的人有多少 不要说世间上的人 包括我们学佛的一些佛教徒当中 观无常的力都不够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想 我现在可能 虽然罪业很严重 但是我以后再忏悔吧 明年再忏悔吧 后年再忏悔吧 我退休完了以后再忏悔吧 今天有一个人说 我现在没有机会学特别深的佛法 只不过是我听一听 如菩萨行人而已 我的孩子长大以后 让他工作以后 我再好好的 到你们那里去学法 听到他的法以后 他学得无常一点都不好 孩子长大以后 你那个时候在不在 很难说 我们这里说 我今天不是安心放野而住的 这种想法 绝对是错误的 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我今天根本不会死 这样的理由 你现在有没有呢 没有的 我明天根本不会死 我今天不会死 那这样 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绝对是没有的 佛陀在《异教经》当中 也是说了 生命在呼吸之间 所以我们呼吸吸气的时候 死亡很有可能的 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呼吸吸气沉水中 能得心觉真稀有吧 就说我们在呼吸当中 吸气当中 如果真的能醒过来 这一点也是 非常非常的稀有 我昨天晚上没有是真的稀有 我今天早上没有是真的稀有 那我们所谓的人 有时候真的死得特别快 去年有一个浪漫 晚上吃得好好的 然后第二天早上好多人都喊他 没有人 没有人一看都是 已经在沉睡当中离开了 所以我们这个寿命 就没有什么可靠的 以前唐代三大四人当中的 立碑 立碑 你们也可能知道 他有一次在 穿上观业经的时候 当时可能虚空当中 也是万里无云 交界的月光 已经照射在水壶里面 然后水壶里面 月光的这种倒影 倒影的这种景象 特别地漂亮 当时立碑 作为一个私人来讲 他可能特别地 喜欢这种美景 这样以后 他很想亲吻这个月影 他头一埋下去的时候 最后掉落在水里面 已经死了 没有找到这个月影 自己已经离开了人间 还有以前那个毒妇 原来我们老师经常说 是毒妇 毒妇 应该叫毒妇吧 也是三大四人之一 他的死亡 也是很稀有的 他后来死的时候 当时好像记得战乱吧 在战乱过程当中 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出现洪水 后来他好像十几天当中 都是没有吃到饭 没有吃到饭以后 特别饿 后来有一个邻居的县林 就像现在的县藏一样的一个人 他就给他送了一些牛肉 什么白酒 然后他就马上吃了这些牛肉 后来就死了 后来郭默若说 他的牛肉是已经腐烂了的 但到底是腐烂了 还是不是腐烂了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有时候人 应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真的是什么时候很难解决 吃饭的时候 或者你说话的时候 就是以前意大利的一个死人 特别出名的一个死人 他当时收到了一些 其他高等学校的品行的通知书 他收到通知书的时候 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激动 一激动以后马上就死了 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小作家 还是一个作家吧 应该是个作家 他听到他的妹妹 给他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 然后最后他开始特别开心 一直笑 笑笑笑笑 最后都已经离开人间了 就张开嘴巴 离开人间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死呢 真的有时候 也是无法言说的 我们不应该说 我今天不死 为什么呢 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总有一天 就是根本不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我们现在 学《入菩萨行论》的人这么多 这些人总有一天 再过几十年以后 当然不用一百年吧 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这些人 全部会死的 包括我讲者也好 你们听者也好 有没有总有一天 哦 这个法师已经死了 现在不再来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就是决定是有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讲《入行论》的时候说过 我现在正在给你们 传讲这个佛法 但是以后总有一天 我已经死了 有没有这么一个日子 决定是有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都经常在想 这次《入菩萨行论》 讲完之前 我的寿命能不能保得住啊 如果讲完之前 没有寿的话多好啊 一直心里这样想 但很难说 确实是 我就讲了第二瓶了 或者讲了几瓶以后死了 那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正常显现的 也并不是觉得特别奇怪 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座的这些 所有听法的人 你看你真的能不能 听圆满了 很难说 我们《入菩萨行论》讲完之前 肯定有很多人会死的 只不过是 哪些事是不知道 肯定是的 这没有任何 你们不要认为 我经常说 像乌鸦嘴 一直说不吉祥的话 我也是 他也是 不应该听这样的 多听一点 比较快乐的一些 不应该听一些不吉祥的 可能有些人是这样讲 每天都是喜欢 用一些吉祥词 但不管你怎么样 说吉祥的话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会面对这样的 一天肯定要面对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三界无常如求云 众生生世如关系 意思说 我们三界的这些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就像秋天的云屋一样 没有什么可靠的 那么众生的这些生世 就像我们关系一样 看心肠一些表演的节目一样 一会儿就变了 一会儿就变了 因此大家不要把时间 一直推啊 我以后以后再修 以后以后再修啊 我今天很忙 明天明日复明天 明日何许多啊 所以在座的人 最好不要拖延时间 你应该每天的课 尽量地每天听啊 如果你耽误几天 那就可能以后 你欠的债太多了 最后实在是不愿意去做的 现在有些穷人 我负责累累 最后他实在是不愿意还 有这种情况 现在有些听客的人 有些是每天都是赶上 我们安排的时间当中 基本上赶得上 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都一点精进 但我觉得 刚开始的这些精进 谁都不可靠的 就是不可靠的 这种糊涂色味的 这种闻思方法 可以说对我来讲是时空见惯 已经看得特别特别地多 真正一三十三种 我们最后入菩萨行论 听完的时候看哪些人 已经真正开选规来 看看我们这些人 是怎么样的 这一点我就非常希望看 而不愿意看到 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背诵入菩萨行论 我要教教练 我要做什么什么 但前两天好像在网上 都是有好多人背诵 这几天我没有听到背诵 其实我们还没有讲一品 第二品还没有讲完 你如果这样 那所谓的闻思真的 有些人来讲 只不过是表面上而已 但有些人来讲 我昨天要接近上课的时候 我家里来了一个小和尚 我问了一下他的背诵 他把《入菩萨行论》背完了 《定截宝论》背完了 然后《四百论》背完了 还有《截一会见》已经背完了 现在正在背引命 两立宝藏论 所以像这样的人 真的可以说是 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所谓的闻思 这是几年一年的当中 我们现在从哲学学开始 也不是那么长吧 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已经背了这么多的论典 那这样你肯定 里面的内容也会有所认识的 如果内容一点都不知道 背那么多也不可能的 但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入菩萨行论》 一千多颂词啊 我的天哪里有那么多啊 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啊 你整天睡懒觉 整天吃喝完了 整天有山万水 这一点你是有时间的 无始以来都是你的专业 你专门搞这一行的 真正 那么好看啊 那么好听啊 行 好 不说了 嗯 下面我们开始讲下一个颂词 他这里说 我总有一天会死亡的 在死亡的那个时候 随时给我害怕的这种境界 那么这样的痛苦当中 我怎么可能得到解脱呢 倘若我必须要死的话 那么我现在怎么会 天天都是这样安闲过日 怎么会整天都是心安得理 逍遥自在 这一点绝对是不合理的 应该自己对自己这样想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这样想 我这个人未来看怎么样过 在死的时候 就看自己有没有把握 如果没有把握 那么我们死亡的时候 四大分界的痛苦也是如是可怕 然后在中阴界的时候 那种景象也是相当的恐怖 死完了以后 恶趣里面的感受也极其强烈 那么这些痛苦 谁赐给我 不害怕 有没有这样的意见 不管是天人也好 或者是上师也好 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你现在天天都是小雅子载 天天都是这样 玩乐当中度日子 但是你以后死的时候 绝对不会堕入而去 有没有给你赐个 这样的这种悉地 有没有呢 我们在座的人可能 每一个人来讲的确是没有 我死的时候自己也是 自己的方向上 还是一种盲目的感觉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对于自己来讲 的确也是没有的 还有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说 无始以来到现在 造了那么多的恶业 在这么多的罪业和痛苦当中 我怎么能获得白脱 获得解脱呢 那我自己一点信心和把握 都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都应该这样想 倘若我真的要死 我真的要死 那么现在都是不应该 整天都是这样放逸地过日子 所以我们人心的相续当中 真的生起了 一个特别强烈的无常观念 这样的话 自己都是不会好好地 怎么说 不会像世间上的人一样 整天都得过切过 这样会度日子的 一定会是精进的 有时候我都这样想 这些高僧大德们 那真的需要那么精进啊 从小都开始学佛教 一直精进地修学 一辈子当中造的恶业那么少 但是他们都特别精进 前一段时间 我们寺院的一个老和尚七十八岁 他早上三点钟的时候起来 他已经 一直可能四五十年都是这个习惯 早上三点多的时候就开始起来 一直禅修 一直念诵 那当时我这样想 我们这些人 你看造的业那么多 然后每天都是不好好修持 这些高僧大德们 真的汉地 我认识的汉地 都是有几个 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大德 他们几乎都是早上三四点钟 永远都是这样的 而且每天也是从来都是 不会到一些城市里 有些没有意义的话也不说的 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做的 整天都是修行佛法 发菩提心为主的 那么我们世间人 造的业那么多 然后自己根本不珍惜 而且每天都是不好好修持 整天都好像浪费自己的光影 这一点比较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差别非常大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总有一天肯定会死的 不死的这个保护 没有的 包括我们就像《戒友书》 里面所讲的那样 地上也好 天界所有的这些众生 没有一个不死的 难道没有死的这些人 你听过吗 你亲眼见过吗 就绝对是不会有的 同样那既然没有 就像莲花生大师 和布玛木执 即生当中得到丰盛成就 像这样有些 极少数的大成就者以外 一般我们这些人的 如水泡一般的 无云结合的身体 这个一定会死的 比如说宗喀巴大师 以前有这个比喻 在森林的外面已经染火了 里面有一群猴子 一直快乐地过日子 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的 好像在屠宰场里面的 一些牦牛 鸡全部围在一起 一个一个都是 但是里面的这些人 还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快乐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人以后希望大家 不要把自己的时间 浪费在一些吃和玩乐上 一定要尽量地用一些 为众生做事情 要么为众生做事情 要么自己好好地修饰 实际上我们修行人 应该有两大事情 如果你为众生做事情 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如果不能这样发心 那你自己应该修饰 实际上最主要 最关键的两大事情 我觉得是要么自己好好地修饰 要么为众生做事情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虚幻不适的身体 快乐也可以 不快乐也可以 以前我们讲过 登主法王的一些教言吧 那么发财也可以 不发财也可以 有名声也可以 没有名声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现在短暂的这些事情 你放着好也可以 放着装修也可以 不装修也可以 你的教乘里面放音乐也可以 不放音乐也可以 这些都是虚幻不适的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最关键 最有意义的就是 我们要利益众生发菩提心 或者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 一定要遣除 精进地念修金刚萨埵等 一些殊胜的法要 所以如果自相续当中 真的有一些境界 对别人宣讲 也是非常有利的 以前布多瓦格西 给别人讲一些 平时的一些故事 非情的一些故事 由许许多多的格西来开始听 以前卡龙巴格西 讲修行八诵的时候 有许许多多的格西来听 其他有些格西讲得特别漂亮 但是下面的很多人 没有人听 所以讲经说法的人也是 内心当中对佛法有一点境界 那谁都得利益 我们下面行持世情的人 内心当中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你行为是怎么样做 也是不要紧的 如果你内心当中佛法的利益 没有得到 自己也没有修习 那口头上说得再漂亮 也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 应该要求自己 应该约束自己 从此以后自己的生活 尽量能趋入珍贵的 这种佛法的正道当中 好 今天学习到这里 大家一起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